西班牙政府发布拘捕令之后 已经遭到革职的前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一格蒙特 以及四名前格员5号向比利时警方投案 根据比利时电视台TRV的报道 在经过持续超过10个小时的听证会之后 比利时法官5号已经同意普一格蒙特 以及四名前格员有条件获得释放 包括不准在没有获得法官批准之下 离开比利时并且需要提供居留地址 而且听从所有法庭与警方的传唤 这5名加泰隆尼亚人将在15天之内在比利时出庭 加泰隆尼亚自治区议会是在10月表决宣布独立 马德里政府于是将普一格蒙特革职 并且接管自治区 普一格蒙特和4名前格员是在上周前往比利时 他们表示希望在欧洲联盟的心脏 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并且拒绝返回西班牙 认为他们在马德里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公平的审判 而就在投完之后的数个小时 普一格蒙特所属的加泰隆尼亚欧洲民主党 已经推举他参加12月21号的议会选举 这也意味着他将可以在对抗西班牙 迫使他反国受审之际 从比利时发生来打这场选战 再次复制下来打这场选战 再次复制下来打这场选战